這個週末假期東海岸相當熱鬧 4月26號上午東和鄉舉辦了全鄉運動大會 雖然天氣相當炎熱 卻不敵鄉民參與的熱情 市長黃建廷特別前往參加也與鄉民同樂 另外長冰鄉舉辦了飛魚祭的文化產業活動 以及傳統競技活動體驗 希望讓每年都會舉辦的飛魚祭 給大家不同的感受 我們長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這幾年越來能見度越來越高 我們的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好 我相信長冰的未來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非常的有前景的 我們願意繼續再來協助支持長冰 讓長冰的不管是產業 不管是人民的生活 都能夠更進一步的提升 兩場次的活動讓這個週末假期 多了不同的在地特色文化體驗 東南宣布放林黃威在東海岸的採訪報導